Hello,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啊,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买房的问题 其实买房的问题啊,我每天都在激励自己 我每天除了和大家录视频 或者说刷一刷其他的网站看看书之外呢 我就会看这些房子的房价 当然是美国房子的房价 因为我认为就是我现在虽然说还买不起 但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认为我是在不停的接近目标 接近目标之后总有一天我就会实现的 就像你想完成一个目标,你先把它写下来 那您这个目标至少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了 所以说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买房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买房的房屋贷款利率非常的低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在问 哎,我应该现在买房呢 还是说到年底的买房 还是说要以后 其实我自己没有做房屋的这些agent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想买一个投资房 很想买一个自住房的人 那么我也是查了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根据您的年薪或者说月薪 那么您所能承受的月供或者说房屋贷款应该是多少呢? 或者说根据您的月薪和年薪 银行能批准给您的这个月供或者说房屋贷款是多少? 好了,如果您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同时呢,不要忘记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更新了 其实很多理财的专家就说 您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 您的这个月供或者说您的房屋贷款 每个月不要超过你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其实这个跟租房有点类似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录视频说 呃,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 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呀 不要超过自己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因为一旦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话 对您的财务状况会影响特别不好 因为您希望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 那同时呢,如果说您住房这一块超过您自己的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的话 那您存款或者说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的钱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您自己的生活品质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不少的理财专家都建议 不管是住房呢 还是说这个月供最好不要超过您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但是其实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 或者说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肯定都是有不一样的 那很多有钱人说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百分之二十八 因为我一次就付完了 那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它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你想控制在百分之二十八 确实是一个很少很少的数字 因为大多数的房子包括南加州 尤其是南加州这一块 它肯定会超过您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说按平均数来算的话 所以说在能向您贷款这些机构呢 它有一个数字来判断标准 就是二十八三十六的法则 那二十八和三十六的法则是什么呢 它就是来确定您每个月能负担多少的月供 或者说房屋贷款 同时呢又可以确定您所能贷款的最高金额 它就会用一个债务和收入的比例 DTI来作为衡量标准 有一个二十八有一个三十六 咱们来说前面这个二十八的DTI怎么算 就是说您每个月的月供 不管是本金还是利息 加起来的总和不能超过您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 就是必须要控制在百分之二十八以下 那么后面的这个三十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端的一个DTI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除了您的月供这些 您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债务 比如说信用卡的债务 比如说车贷比如说学生贷款 那么这些贷款和您的月供房屋贷款 加起来的总和不能超过您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那么如果说您的其他债务除去这个月供 您的车贷呀或者学生贷款 其他的债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话 那呢你肯定是超过这个百分之三十六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用百分之十的其他债务来举例子 如果您有其他债务占了百分之十 那么您的房屋贷款就不能是百分之二十八以下了 就需要是您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下 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说您的年薪是六万美金的话 那就证明啊您的月收入是五千美金 那根据这个二十八三十六的法则 算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呢 您每个月在住房方面的开销 应该是在一千四左右 不能超过一千四 而可用于其他债务的钱呢不能超过四百块钱 那么如果说您每个月其他债务不管是学生贷款车贷还是信用卡的债务达到了六百块钱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您的房屋月供它就会给您降低到一千二 如果说一个月一千四或者一千二的月供的话 可能嗯在南加州来讲这样的月供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啊 因为一般的房子的月供肯定都超过这些了 那其实在联邦住房管理局这边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宽松政策 刚才所说的这个二十八三十六的法则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财务法则 那不管是对于借贷方呢还是说贷款方都是一个有利的安全的数据 因为在很多的区域房子本身是很贵的收入又没有那么高的话 也有一个宽松的数据 那么这个宽松的数据呢就是三十一和四十三法则 也就是说您的月供啊不要超过您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 您的月供加上您的其他债务不要超过您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的财务是有一点风险的 比如说您遇到这百年不遇的一次大流行 那有可能您就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到最后您导致自己没有房子了 我因为我这段时间在查房子 因为我也在看房嘛 我看很多房子都是很多人呃最终因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了 导致自己付不清贷款了而被银行收回去 最后这个房子被很便宜的拍卖掉 其实这种很便宜的拍卖房还是挺值得的 但是现在炒的也很厉害所以说很难买到啊好了扯远了 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月供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二零一八年的平均工资的话 如果说您的年收入是两万四左右 那么您的月收入就在两千左右 按照百分之二十八三十六的这个法则呢 您每个月的月供不能超过五百六十一 如果说您的年薪是在七万一千七百美金左右的话 那就证明您的月收入是在五千九百美金 那您的每个月最高还款额按照这个二十八法则应该是一千六 当然除了这个法则另外一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于这个贷款人来说就是您的信用记录 那么如远行者也做了很多有关如何提升自己信用分数的呃视频 大家可以通过往期的视频或者通过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来去观看一下信用分数 您的信用分数越高呢可能会对您的这个贷款利率越有很好的帮助 同样呢如果说您不想每个月压力这么大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提高您的首付 首付越高越供越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说啊您要在三十年之内用百分之四的利息来支付一套二十五万美金的房子 那么如果说您的首付是两万美金的话 您每个月的本金和利息需要支付一千零九十八 但是如果说您首付付了四万美金 那您每个月还款的金额就降到了一千零三美金 降了相当于九十块钱近一百块钱 咦看上去每个月的月供并没有降低太多就是九十块钱 但是三十年下来您节省了利息高达三万五千美金 所以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尽可能的多付首付 当然如果说您是一个投资房 您只是用这个房子来做一个杠杆 因为您要出租收租金这样来赚钱投资的话 那您是要算另外一个数据了 因为如果是投资的话并不一定说首付越高越好 如果说您是一个自住房的话可能首付是越高越好的 尤其在很多地方房费很贵 咱们说的首付是百分之二十 当然您也可以付有机会会付百分之十 呃或者说百分之三到五或者甚至不需要去付首付 那这个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身份不一样 或者说您所在的地区条件法规都不一样 您还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个agent 那如远行者其实自己认为呢 如果说是自住房的话那这个首付比例就是越高越好 那如果说是投资的话 您是需要去算一个投资的比例的 就是收入和投入的这个比例 这样子的话您看首付应该付多少是最有利您投资的 那同时您在付这个房屋的首付款的时候 一定一定记着如远行者上一个视频说到的这个紧急备用金 不要把紧急备用金里边的钱也用作房屋的首付了 因为您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期的 您在购买房屋之后不管遇到什么经济危机 还是说其他工作上的变动 您有这个紧急备用金是可以来帮助您来缓解的 如果说是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您可能买房了之后 您的收入或者说债务的比例就会出现一个倒挂的情况 那么这样子风险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很容易失去自己的房产最后导致更大的损失 如果说是您自住那你就不要考虑它的投资回报率了 如果说您是为了投资那可能考量的因素要更多一点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说一个女生啊一个单身女性她决定把她的房产卖掉 她决定去过一个旅居的生活 那么在卖掉房产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位男士也是单身 她想买房子那最终呢这个男生呢看上了这套房子 那想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同时呢女生呢也决定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位男生 那么一来二去呢他们俩就产生了好感最后并且在一起了 同时呢这个房屋也重交了这个女生卖掉了房屋给男生 拿到了这个房屋的全款 同时呢这个男生呢也住进去了这个房子 也有了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最后呢他们俩因为非常的合适就在一起了又住进了这个房子 那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女生呢就是 哎我得到了这个房屋的全款 同时我仍然还住在这个房屋里 那对于这个男生来讲呢我买了一套房 哎还额外付送了一个老婆 那在这个故事里边到底谁获利了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今天就是探讨了一下根据您的月收入 您所能承受的月供是多少是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的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同时呢不要忘记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哦 拜拜